拉伯雷的《巨人傳》 第二部 寫了一篇前言 這叫做一裝一邪的表達樂 他為什麼要寫這樣亂七八糟荒唐的內容 這個荒唐的內容它的作用在哪裡 當然這個前言也不會是真的那麼認真的說 可是在即使是插歌打魂的這種一裝一邪的這樣寫法當中 有一部分是可以讓我們體會 拉伯雷在這裡他作為一個創作者 他在想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看一下這一段 他在作者前言裡面就說 我有種願望希望人人都能夠把你的工作丟開來 把你的正經事業丟開來 把你的切身的問題丟開來 幹嘛呢 集中精力專心的研讀這本書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 又是他的習慣的風格 誇張 要很誇張 就叫你說你要很認真很專心的看 不分神沒有雜念 一直到把整個故事全部都牢記在心 幹什麼呢 因為書也許不會總是在你的身邊 還有呢 甚至最誇張的是 書籍印刷這整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這不過就是在15世紀才在歐洲 開始流傳的新鮮事情到拉伯雷寫他的巨人傳的時候 這中間的時間不到100年 所以呢他就藉由這樣一個新鮮事物的出現 然後投射去說 哎呀說不定這樣一個新鮮的事物 不久之後呢 不小心他又倒退回去 說不定他就消失了 沒有錄印刷書沒有的書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慶幸 你把這整本書 他的故事呢全部都牢記在心 那在千秋萬事之下 人們還可以把這個故事一清二楚地 交給你的下一代 就像是密宗奧秘一樣 就像是這個各種不同的 宗教所宣稱的這種秘密的真理一樣 一代一代的傳授繼承人的厚實者 因為本書內涵之父 遠不是渾身髒臭的吹牛大王們 所能夠想像到的 這是一種自我 這是一種自我反諷 也就意味著 對 我就是在吹牛 而且呢我的前眼是在吹牛說 我這本書到底有多重要 那這些吹牛大王 他們讀了 他們讀了這種輕妙的笑話 他了解的程度 比老教授拉克萊讀羅馬法典 還要差的許多 因為羅馬法典非常非常難解讀 那就意味著說 你看我的這種故事 絕對不是這種一般吹牛大王 他能夠吹牛起來的 吹得出來的 跟他們差太遠了 他們根本沒辦法了解我 當然這就是他吹牛的方式 我見過許多高貴而顯赫的 王孫公子他們去獵野獸 或者是趕野鴨子 如果尋著殺在地上的碎樹枝 而尋不到 野獸的蹤跡或者是嬰兒 或者是老嬰 凌空盤旋看到了鴨子 而不鼓勵前進 緊緊追趕 他們的心中必然感到不快 這是無需多說的 用這個比喻要幹什麼呢 那就是他們不願意生悶 他們不願意生悶氣 而要想辦法去尋開心 唯一的方法 就是講一回上書 在第一部當中 美妙無比的詩集 所以他就點出了 這本書的第一個作用 這倒是理所當然的一個作用 因為它誇大 因為它這種喜鬧的性質 所以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遇到了特殊的挫折 尤其是明明看起來 就是隨手隨手可得 那種掉你胃口 卻讓你得不到 就像獵人 你已經把獵物打下來 奇怪 不見了 為什麼會找不到呢 這個時候 心裡面很悶 很悶的時候 這本書的內容就可以解悶 這是第一個作用 第二個作用 我們繼續往下讀 事實上又另外有一些人 這絕對不是胡周的 當他害了激烈 激烈的牙痛 在醫生那裡 花了很多冤枉錢 而沒有受到半點療效 最後才尋找 才找到了一種 簡單不過的豔方 那就是用兩片細白布 在火上烘熱 夾住這個巨人 也就是搞光腦的故事 外面在圖上一層 稱為叫做利奧不理善的單沉默 然後敷在疼痛的地方 就可以見效無比 這中間 雖然很短的一句話 有這個轉折 轉折呢 第一個就是 在嘲笑這些狼中們 這些蒙古大夫 有的時候你牙痛呢 去找這些大夫 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當你碰到這種事情 一方面既是痛 又是厭惡 又是挫折 因為你怎麼找到這種蒙古大夫 然後治不好你的病呢 本來就找了大夫 就是希望他能夠治好你的病 治不好 當然就更加的痛苦 更加的不舒服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也就是 這個 Gaganda的故事 可以當藥 可以當麻醉劑 可以讓你在那個開心 笑鬧的過程當中 你就忘了疼痛 這是第二項作用 第三項作用 哇更嚴重了 生了眉土 害了痛風病的可憐的人們 那該怎麼說呢 有多少次 我遇見他們剛剛敷過藥膏 塗足了油脂 兩片面皮 像鹹肉香上的鎖殼 亮晃晃的發著光芒 在這個椅下 你看這又是誇大的 而且呢 特別喜歡描述身體 把那個身體餓的部分呢 加以誇張的描述出來 因為這本來是禁忌的 他就越是要去挑 越需要去挑鬥 這樣的禁忌 同時三十二顆牙齒 像有人彈奏著的 風情上的鍵盤 在捉對廝殺 他們的喉頭 像無路可走的野豬 被獵狗逼近了 圍長網子不住 冒著白沫 這已經好可怕的 身體的狀況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唯一解除苦痛的方法 是找人甚至痛苦到 沒有辦法讀書了 那就找人唸給他聽 讀幾頁這個掛光大的故事 我就親眼看過這樣的病人 在蒸汽浴的煉獄裡面煎熬著 因為這是當時所相信的 其中的一種療法 在那個悶熱 熱得不得了燙的 空氣的那個蒸汽室裡面 如果聽到朗宋這些故事 而沒有馬上感覺到苦痛減輕 那就只好大叫倒霉 恨不得立刻讓 十萬八千罐老魔鬼 把他們抓去算了 這就像臨盆的女人 聽到人家讀聖瑪格麗特傳說 發生的效果不多不少 那你能說這唯一不足道嗎 請你去找出一部書來 不管它用的是什麼樣的文字 談的是什麼樣的題材 或者是學科 如果它具有同樣的校驗 同樣的性質 同樣的特點 我請你吃五香醬牛肉下燒酒 如何呢 好 我們再跳一下 跳到這篇前沿的最後一段 你看這就是它的風格 其實它已經明白了告訴你說 這樣的喜鬧 它是有它的作用的 喜鬧可以解悶 喜鬧甚至可以麻醉我們的神經 讓我們忘掉了在現實上的痛苦 那最後它說 要結束我的序言 如果在全篇的故事 它要說這些都是真的 而且我發誓這些都是真的 如果你發現或者你能夠證明 這裡面有任何的 是假的 是虛構的 不是真實的 我跟你賭咒 怎麼個賭咒法呢 它說我情願將肉體和靈魂 我的五藏內斧 我的五藏內斧 一起送給十萬八千罐的妖魔鬼怪 讓他們發落 同時這很奇怪 跟你賭咒說 如果是這樣 這裡面有不真實的話 那我會付出什麼大家 接下來倒過來就 詛咒你 詛咒說 哎呀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讓聖安東你的神火燒你 天火劈你 讓你發揚巔峰 倒在馬路上 讓你腿上升浪倉 寸步難行 讓你害立即拉斷腸子 讓單獨的毒火 細如牛毛重如水鷹 進攻你的屁眼 無孔不入 讓你像索多瑪 像俄摩拉 這是聖經當中最重要的 天火焚乘路的故事 那個可怕的天火燒你 變成一片火焰 一股濃煙 沉入海底 消滅得無影無蹤 倘若你不 一字一句老老相信 老老實實相信 我在這本書裡 所告訴你的一切 哎呀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一種反話 反話就是說 這本書為什麼它 通通都是事實 因為我強迫你 非得相信它是事實不可 你有一點點的懷疑 那這些災難 都會降臨到你頭上 因為你相信了 它就變成了事實 這都是正言反語混在一起講 這是巨人傳很明顯 很突出的一種風格 那我們再回到 講到巨人傳它的第一部 在巨人傳的第一部 開頭的時候 講葛光達它的生平 但是呢到了它的後半部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聚焦 聚焦在一個事件 同時聚焦在一個特殊的角色 然後再從這個事件 這個角色延伸出去 首先聚焦在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 這個莫名其妙的戰爭呢 就是葛光達它所承襲 它協助它的父親管理的這個國家 這個時候呢 跟鄰國 這個鄰國呢 叫做Lethan 對不起 這個鄰國呢 叫做Le Ne 這個他們跟鄰國之間呢 就產生了一場奇怪的戰爭 為什麼說奇怪的戰爭呢 因為這戰爭的理由很荒唐 我們看一下這第25章 就是這個戰爭的開始 那幾天正逢初秋收獲葡萄的季節 本地看羊的這幾個人呢 他們在看著葡萄園 不讓麻雀來偷吃葡萄 當然也一定有 不只是要防動物 也要防人 也不能讓人 把這個成熟的葡萄給摘走了嘛 那但是呢這個時候 就碰到了來自於雷爾內 賣糕餅的這些人呢 從大陸上面走過去 推著十幾車的糕餅 要往城裡面送 看羊的呢 剛開始的時候 哎呀遇到了 就客氣的問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給你們買一點 我們就花錢 給你們買一點糕餅來吃啊 那這裡還是要先交代 剛出爐的糕餅 如果能夠配鮮葡萄 當早點來吃 哇 那真的是人間美味 那有一些品種 小栗子 白沙寧 曬色香 牛奶青 玫瑰籽 尤其是 是便祕特別好 他都喜歡跟排泄發生關係 這是那種庶民喜鬧當中的慣例 那吃了這些 哇 拉起肚子來 像火桶一般的爽利 你不過想要放一個屁 結果就拉了一大堆 因此呢 這個外號叫做葡萄時候的通氣品 但是呢 問題就來了 這些糕餅販子 對人家的要求呢 就不客氣 更糟的是呢 接下來就吵起來了 吵起來不客氣 然後呢 就彼此 就彼此互相相罵 好啦 這當然是翻譯 我必須說 難為這個異則了 但的確 拉伯雷在堆積這些所有的這些詛咒 然後呢 把可能能夠用來罵人的話 全部都堆上去 我就只是快速的念幾個什麼紅毛豬啦 賴皮狗啦 兔仔子啦 尿坑的啦 惡流的啦 沒齒句子啦等等 好 但大家可以從螢幕上面看得到 這個書上 堆積了一大堆 這就是上個禮拜 跟大家講過 北京他特別提醒的 一種庶民的方法 庶民誇大的方法就是堆積 因為沒有那麼多的多樣性 或者是沒有那麼多細膩的 那種推展跟邏輯 所以就是把同樣的東西 一直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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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上去 對他們來說量大 量大了之後呢 就會產生一種意義 或就是產生一種份量 這是庶民的相對樸素的一種反應的方式 接下來就說 你們壓根就不可以 不可以吃這麼樣的好糕餅 這個糕餅呢 有康皮饅頭 有裸麥 麵包等等 對不起 你們有這種康皮麵包 最粗的麵包啦 饅頭可以吃 就應該要心滿意足了 那被辱罵了之後 勘揚的這裡面 有一個出色的小後生 他模樣長得很整齊 名字叫做福奇愛 他呢 仍然很和氣地回答說 那你們到底是什麼時候長了腳啊 意思是說 哎呦你們也不都是狗仔子嗎 什麼時候長了腳 就誤以為自己變成了牛了嗎 你們怎麼會變得這麼 你們怎麼會這麼狂妄呢 你以前把這些糕餅給我們吃 現在連我們要跟你買 你都不肯賣了 也不像是好鄰居啊 你們做糕餅 用上好的麥子 到咱們這裡來買的時候 我可以 我可 我可 我們可從沒有這樣 對待過你們 就是這一刻 我還打算賣葡萄給你們 天主的奶奶 你們別後悔 你們真的 修讀得到 難道你們真的會 可以完全不用跟我們打交道嗎 那到那個時候 一報還一報 你可記得的 那這個時候 這又惹到了高炳的大老闆 馬爾凱 馬爾凱 他就說 哎呦 是你很生氣啊 是昨天小米粥喝多了嗎 你來 你來 我給你高炳 那這個福奇埃 他因為年紀小 所以天真 就走了過去 而且呢 還從腰包上面 因為要付錢給他 想說他真的要賣給他了 那就掏出小銀幣 但是呢 沒有想到呢 馬爾凱 是對著他的腳上 一鞭子 而且很用力 他的腿肚上 馬上就被打出鞭痕來 馬爾凱 打了就要走 福奇埃大叫 看殺人啊 殺人啊 打死人啊 然後呢 這個時候 就取下了他自己身上的利木棍 使足的力氣 打下去 正中了馬爾凱的 右邊的太陽穴 那這一下子呢 馬爾凱從馬上疊下去 半死不活 那這旁邊呢 有一些農夫 本來在剝胡桃 聽到這一喊 他們就把腸肝 就扛著腸肝 跑了過來 像打青柯麥一般 一起動手打這些外來的人 這些高炳販子 另外有一些放羊的 有男有女 聽到夫妻還叫喊 就帶著他們的家伙 也跑過來 來追趕這些人 那石頭呢 像下兵袍一般 一直對他們扔過去 趕上了這些高炳販子 把四五打的高炳 躲了下來 但是呢 要記得喔 他們還是有禮貌 或者說他們還是有規矩 仍然付了錢 還給了他們 一百個核桃 和三樓子的白葡萄 但賣高炳的這些人呢 就把付了重傷的馬爾凱 扶上了馬背 回到雷爾內去 那他們回到了雷爾內 這就麻煩了 那就是 他們不吃東西 不喝水 立刻就跑到 去跟他們的國王 訴冤說苦 同時呢 就沉上了被打破的框子 被揉爛的帽子 被撕破的衣衫 跟被搶勝的高炳 又指責看看 哎呀 馬爾凱受這麼重的傷 你看 這就是他們那個國的 牧羊人跟農夫 在大陸旁邊 幹下的好事 這個國王呢 就生氣了 生氣了之後呢 就引發了更進一步的衝突 也就在這個時候 在那個衝突的過程當中 就牽連到其中的一個修道院 所以接下來 在後半部的 搞光大的故事當中 這個聚焦的有趣的人物 他就上場了 這個人呢 是一個修道士 這個修道士呢 叫做約翰 我們看一下他上場的情況 他脫下長袍 他抓起了一隻長餅的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的餅呢 是用糖球木所做的 像標槍一般的長段 拳頭一般的粗細 上面酥酥落落的 刻著百合花形 花紋都快抹光了 哎呀 我們可以想像 好大一隻的這個十字架 這個修士呢 他穿著淋漓的短打衣服 然後呢 髮衣 因為是袍子 就脫在一邊 扔在一邊 霧起了他的十字架 出其不意 衝出來襲擊敵人 這個時候呢 敵人沒有秩序 沒有旗庫 沒有軍號 正在他們的園子裡面 忙著打葡萄 為什麼呢 因為一邊本來是 要去出征打仗 但是遇到了 葡萄成熟的季節 所以走著走著 看到人家葡萄 因為你那麼漂亮成熟的葡萄 忍不住貪心 這個時候 心裡面想不到那麼多 就去偷葡萄 去打人家的葡萄 去採人家的葡萄 所以於是這個時候 這個修士呢 一聲不響 衝了出來 使出了他的武功 橫七八竖 一陣亂打 打著敵人 滿地豬仔一般翻滾 有的被打破了腦袋 有的被打斷了手腳 有的被折了他的脖子 也有的呢 打散了腰 打歪了鼻子 打瞎了眼睛 打裂了下顎 打落了門牙 打開了肩胛 打傷了大腿 打脫了胳背 打斷了肋骨 你看 這就是標準的這種堆砌 自己的風格 本來只需要一句話 那這些人被打得七昏八素 受傷在不同的地方 他就要堆堆堆 這樣堆起來 然後呢 就接下來 有的想要躲藏 像葡萄棚的蟲蜜處去鑽 被他一家伙背脊脫了皮 拿腰一棍 像打狗一般 有的沙腿想要逃跑 給他一家伙 這個腦蓋骨 從河豐處開了花 有的爬上樹 為了安全 被他一家伙 棍子呢 從肛門裡捅了進去 有的呢 是認識他的 就趕快大叫 哎呀 約翰修士 我的老朋友 我投降 修士說 你還跑得了 打發你跟大塊 大火一塊 見你 見岩王 結果棍子 就打下來 所以靠著這個約翰修士 很厲害 他對於突入葡萄園的敵人 展開戰鬥 那這個時候呢 就使得這個 原來這兩國之間的 原來這兩國之間的征戰 就升高變成了 就原來的這個爭執 這個時候就變成了 一場戰爭 那這場戰爭 就後來 也就是靠著這個約翰 這個修士約翰 他幫助了葛光大 葛光大呢 代表他的父親 得到他父親的命令 率領的這個其實是 這個在數量上面 比較少的部隊 但是出發去打鄰國 就靠著他們的英勇 尤其是靠著約翰修士 他就打了這個勝仗 那有趣的地方是 為什麼這裡要讓 故事的焦點 我們會一直看到 這個修士呢 這是拉伯雷 一路承襲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呼應前面 在愚人誦裡面 伊拉斯摩斯 同樣要做的事情 這就是清楚的 讓我們引發 等到文藝復興 走到下一個階段 為什麼會爆發 宗教改革 之前稍微提過 跟大家介紹過 那也就是修道院 這個時候呢 就變成了 許多民怨的聚焦所在 因而特別寫的 一個修道士 這個修士 它具備有修士的身份 但是在拉伯雷的樹裡面 要用它 它最大的作用 就是表現 修士 一方面他們在 關起門來 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他們都幹一些 什麼樣的勾當 但另外一方面 又要讓這個 約翰修士 他表現出 最不像修士的那一面 所以他一方面 是正面的 應該說 他一方面 是當時被人們 詬病的這種修士的代表 但另外一方面 他又是 這個修士或者是修士 如果要能夠去除 他們身上的各種不同的邪惡 他們在那樣一個環境當中 他們被人家厭惡的那種條件 那他會變成一種什麼樣的人 所以他把這兩個不一樣的形象 本來是相反的形象 非常精彩地把它統合在 這個約翰修士的身上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中間幾個重點 他如何描述約翰修士 我們看這邊有一段對話 那是有一段 那是描述 嘎光大在這場戰役勝利了之後 那就要款待修士 因為這個修士是其中 最重要的一個工程 那先是這個 先是為了就是說 一方面就是禮貌 但是呢在禮貌之外 就是顧慮到 叫這個約翰修士呢 你可以把身上的髮衣脫下來 可是呢他就不 他就說修士就說 脫不脫沒什麼關係 我的天主不脫 我喝酒只有更痛快 穿在身上叫我渾身舒泰 我如果脫下來 提防小師們偷去做這個 掉襪帶 這樣的事情呢 我已經遭受過 我不想嘗試第二次 我可以穿著會衣坐在席上 天主在上 我不是一樣趁心快意 祝你和尊祭健康 久到悲乾 那為什麼要這一段話 這一段話就指出了什麼 這段話就表示說 為什麼都要叫他脫髮衣呢 本來是替他考量 你穿著髮衣 你就必須守戒 修士們照道理講 他們應該要守戒 他們之所以在修道院裡面 就是為了要清修 所以他們必須把世間的 各種不同的慾望放下來 你穿著那一針 那一針代表純潔 沒有慾望苦修的法衣 你要跟我們在這裡 進行一起慶功宴 你施展不開 你不覺得很拘束嗎 要喝酒也不好 喝酒嘛 乾脆就把法衣 會衣給脫下來 知道大家一看 就不像他 你就不像一個修士 但這個約翰修士 這就是他的雙重性 也就是一方面 他就顯現出來 大家的這個反應 就顯現出來 你看他的反應 也就顯現出來說 大家意念底下的修士幹什麼 修士表面上 好像都是在修道院裡面 清修然後替大家祈禱 這是他們最重要的功能 但是誰知道 或者是很自然 大家就可以被想像 但的確確事實上 他們在修道院裡面 他們過得非常舒服的生活 他們有人刺口 然後在修道院擁有土地 擁有漂亮的建築 有教堂 還有各式各樣的 這個不同的享受 然後在修道院裡面 有好幾輩的這個仆人 幫他們種菜 幫他們養豬 幫他們煮飯 幫他們洗衣服 他們其實過得再舒服 過得不過的生活 而且他們有各式各樣 世間的享受都聚攏在修道院 所以從這一面來看 約翰修士他也不例外 你要叫他喝酒 我就喝啊 我怎麼可能會被任何的戒律影響 而不喝呢 更進一步的 或是說 你如果把這個事情推到極端 他就產生了相反的意義 他本來就喝酒 但他甚至不要偷偷摸摸喝酒 這也就是修道院 或者是這些修士 在當時的那樣一個 歷史的社會環境底下 最讓人討厭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裝作一副 那麼樣清高的樣子 然後你們替我們祈禱 然後給我們贖罪 好像你們沒有罪一樣 或者是你在帶我們受罪 哪是啊 你就在 如果說你真的要 有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你們在帶我們享受啊 你們才應該要下地獄啊 怎麼會是你們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不要下地獄呢 但是 約翰修士 他根本不裝 他說幹嘛要脫掉會衣 我就是以堂堂皇皇的 完全公開的 我就是以一個修士的身份 也許你們看了愛眼 我自己不覺得啊 一個修士卻在這裡 大喝特喝葡萄酒 我根本就不在乎 你們告訴我說 天主在上面看你 看啊 而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都是用這種方法 直接地面對我自己的欲望 直接面對我自己的 直接面對我自己的享受 然後呢 很有趣 這個享受 因為趙道理長 在所有的戒律上 應該最嚴格的 那就是女人 那就是肉體的欲望 但是我們看一下 在他接下來所講的這些話 他所說的話裡面 接下來他就說 哎呀 吃什麼呢 我的胃很強健 空洞洞的像聖本堵的薛統治 這個聖本堵的薛統治 當事人稱為 當事人呢 是用這種方法 其實他當然不是 這個聖本堵修道院的創始者 聖本堵的 他身上 他腳上穿的靴子 那是什麼呢 那是隱喻 或者是諷刺的 那就是修道院裡面 也有酒桶 修道院裡面的酒桶 大木桶 那不好 就是明白了說 他們也都喝酒 那就必須要用 不一樣的方式來稱呼 那就把它稱之為 叫做聖本堵的靴子 他說 哎呀 我經常張著嘴 像律師的公事包 意思是說 只有諷刺律師 這個律師 老是假裝說 他們很有學問 或者他們很忙 但是呢 律師全部靠一張嘴 他們公事包裡面 根本都是空的 只要是魚 只要是魚 我都吃 只要最好是遮 最好是遮固的翅膀 接下來 那就開始有了 那樣的一種挑逗 或者是尼固的大腿 否則呢 那化兒 硬挺挺的死去 豈不是太不值得了嗎 我們院裡的長老 就特別愛白嫩的煙肌 再下來 你看 就從這個吃的東西 就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講到了什麼呢 這個修士說 我們院裡 醫務長的頭顱 就沒有煮熟 因為他兩隻眼睛 老是紅紅的 像珍目彭一樣 這兔子的腿肉 吃了能夠刺痛風 劃到嘴邊 突然之間 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一點都不像修士 這個是很隱晦的一個問題 他問說 為什麼女人的大腿 老是這麼樣清涼滑嫩呢 卡光達就回應說 哎呀 這個問題 這些有學問的人 像是亞里斯多德 或者是阿佛羅德斯 或者是普魯塔克 這些博學之士 都沒有提到 因為卡光達 我們看他成長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他是真的讀了很多書 他就想想說 書裡面都沒有提 那約翰修士 這樣的一個修士 他有備而來 他就給了回答 他說那個地方 就是女人的大腿 天生清涼 因為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呢 因為有泉水滴滴順流而下 第二 因為樹蔭濃密 陰涼陰暗 陽光不如 第三 因為空穴來風 在襯衫跟褲擋的開合之下 浮浮身涼 三個原因都非常的色情 也就是刻意的把人的注意力 引到那個女人的私處 陰部的那個部位 然後刻意的用這種 委婉的方式 但是呢其實在想像上面 又非常直接引導到那個形象上 那這就是非常庶民的 因為關於跟生殖跟排泄有關的這些器官 會在書裡面一直不斷地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被顯現被表達出來 可是在這個時候就更進一步 因為是從一個修士的嘴巴裡面講出來 這個修士照照理講 它的戒律第一個就是絕對不能夠碰觸女人 怎麼可能對女人的這個私密的地方 會這麼樣的熟悉呢 但這也就是中世紀的修道院跟修士 讓人詬病的地方 你把門關起來 誰知道你在裡面幹什麼 最後大家想像的 甚至相當程度上面 你能夠找到各種不同的證據 就連女人都不是真的被 徹底地排除在修院之外 這樣的修道院 怎麼能夠引起別人的尊重呢 我們再看一下接下來 那這樣的一個修士 他對於教士 包括他自己在內 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角色 他都有他的這個 他都有他的說法 那他跟我們看到的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看到這兩段 都是關於教士是在做什麼的 這一段是搞光大 他先說 他說 教士帶的衣帽 只要一露頭 就會招惹世人的欺負 謾罵詛咒 就像明煥賽西亞的風 會帶來雨跟雲一樣 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你看多慘 只要一講 教士不對 不用講 只要呢 讓人家看起來像教士 像是一個priest 就會讓世人討厭 世人惡罵 為什麼呢 理由不言自明 教士專吃世人的憤污 就是說 世人的罪過 他們就變成了一個 他們就像 他們就變成了憤桶一樣 他們是憤污容納器 如果你是一個憤污的容納器 理應要被放在偏僻的場所 就是說 他們的修道院 還有他們的教會 以跟社會生活隔離開來 就像 烏會的下房應該要遠離住宅一樣 這完全逆反了修道院或者是教會 教堂 它的空間的意義 本來是為了清修 所以顯現出來 遠離世俗 所以比世俗乾淨的地方 但這個時候被搞光塔 相反的說 對啦 他們就是 因為他們就是 所有最髒的東西都在他們那裡 他們是 這個世界所有罪惡的 冤手之處 聚合之處 所以我們非得要把他們隔絕在外面 隔絕以免 這是道過來說 以免修道院這些教會 污染了我們一般世俗的生活 他說 你如果知道 猴子為什麼一天到晚都被嘲罵跟欺負 你就能夠了解 教室為什麼受大家 不論老幼一致嫌棄 那為什麼特別提猴子呢 猴子的性質是什麼 猴子不像狗 狗可以看門 牛可以耕田 羊可以生產羊奶也可以生產羊毛 馬呢可以拖東西 猴子會幹嘛 猴子呢 就只會隨處拉屎到處惹貨 所以人人呢 看到猴子都要罵他都要揍他 同樣的 所以一個教室 雖然有一個掛號 但這個掛號呢 是這個欲蓋弥彰 他講的就是一般的教室 教室到底都在幹什麼 他不像農夫啊 農夫要耕田要種地 暫時去保衛國家 醫生治病救人 那福音教室跟教書先生 廣布福音教導世人 商人流通貨物 跟各種不同的生活必需品 為社會人群服務 這些人都是有用的 教室在幹嘛 尤其是修士 修士他們躲在他們的修道院裡面 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他們有什麼任何的意義沒有 其實到了宗教改革的時候 馬丁路德在他的神學的大逆轉 對於教會的這個批評底下 他最討厭的就是修士 而且馬丁路德他提出的是另外一個非常堅實的 為什麼他跟對於聖經的解讀有這麼密切的關聯 然後他這麼堅決的主張人們應該要繞過教會 繞過羅馬教會 繞過這些教師們 繞過這些教師們自己去讀聖經 那這個馬丁路德他也就曾經在他的這個傳道裡面 就特別講到 如果你們自己去看聖經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啊 在聖經當中 耶穌過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 耶穌有去躲在修道院裡嗎 耶穌在一般人當中在世俗裡面生活 在世俗裡面步道 在世俗裡面去幫助所有的這些人 所以從聖經上面 你可以清楚的看出來 修道院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沒有存在的價值 這是馬丁路德的立場 但是馬丁路德立場 雖然是到了16世紀初期 他的根源 我們在羽人宋 我們在文藝復興 我們在文藝復興時代的像羽人宋 或者是這個葛光大 巨人傳裡面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這個拉伯雷他的說法就是 這些修士們沒有任何的作用 沒有任何的用途 但是爸爸還補了一句 稍微幫修士說一個話 就是說一個正面的 因為大家不都說 修士是在替世人禱告嗎 他們好像還是有一點點用 但是呢 兒子呢 就說 哎呀 這個作用有限的很 他們就只是叮叮噹噹的 每天在那裡敲鐘 敲鐘敲到搞到 鄰居街坊呢 大家都六神不靈 那這個約翰修士 那這個約翰修士 有趣的地方就是 那做彌撒早課晚課 要敲 要忠 要敲得好 也可以有一點點的功德吧 但是呢 搞光大繼續說 他們口中難難念念 念著聖傳送詩 可是呢 其實自己一句都不懂 當然更不可能落實在他們生活上 他們朗誦 他們朗誦中間夾著漫長的各種不同的聲音 但是他在朗誦的時候 心裡面沒有任何的念頭 耳朵裡面也沒有聽到自己朗誦的字眼 他說這根本就是在嘲弄天主 而不是在誦經 好 所以約翰修士 在這方面他又不一樣了 約翰修士跟所有這些修士最大的不同 所以搞光大就說 你看 我們善良的約翰修士是這樣的教士 人人樂意跟他相交 他不頑固 不胡鬧 為人正直 性情愉快 知行堅定 待人合約 很關鍵很重要的 是另外這件事情 他操作 他勤勞 他扶貧激困 他救人疾難 他捍衛修道院的原廠 他不是拿著那個十字架 然後呢 當敵人 有人闖進到 修道院的葡萄園裡面的時候 他就把這些敵人跟打出去 關鍵在哪裡 他有用啊 所以約翰修士就更進一步的呼應這個說法 他說 我做的還不止如此啊 我在唱詩班裡一邊 宋讀找客 和追見亡魂的經文 我一邊呢 還在那裡搓捏 弩鎖 魔力箭頭 這不是暫時應該做的事情嗎 或者是在編織補兔的網子 這不是應該是獵人應該做的事情嗎 他都做 他說我從不閒著 這裡很關鍵 這段話出現在這個15世紀的文本當中 但他呢 就事實上已經預示或者是投射 後來基督新教的跟舊教最大的一個關鍵 這裡當然這個是牽涉到 馬克斯韋伯他在基督新教倫理 與基本資本主義精神裡面 他所提出來的最重要的一個歷史 歷史的解釋歷史的觀察 那就是 後來為什麼會發展出現代的資本主義 相當程度上 那就是新教倫理當中所提出來的 這種入世苦行的概念 也就意味著特別反對 在天主教當中 不管是修道士在修道院裡 或者是教士躲在教會裡面 都號稱他們是這個社會上面 重要的成分 重要的分子 但是他們從世俗的角度來看 他們遠離世俗的生活 他們沒有用 所以他們不能夠付出自己的勞動力 當你不能付出自己的勞動力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會是在這個社會上面 在這個世俗的生活裡 你們應該佔有這樣的角色 擁有這樣的地位呢 所以基督新教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站在一個 他的這樣的一種說法 就吸引了許許多多的世俗的人的 反響共鳴 是啊 為什麼我們辛苦的在這裡工作 我們用這種方式過我們的日子 你們那麼樣輕鬆 然後就在那裡學學拉丁文 學會了拉丁文之後 看看聖經 念念經 然後跟我們步步道 然後甚至還有修道士這種人 根本就躲在修道院裡什麼事都不要做 我們還要供養你們 然後我們還要佩服你們 我們還要覺得我們自己的地位不如你們 用這種方式 就逆反了這樣的一種關係 所以到後來基督新教 就包括馬林路德 他如此的仇視修道院 基督新教不會有修道院 基督新教甚至連這種大型的 這個Cathedral 大型華麗的Dorm 這種大教堂 他們都不要 他們要的是什麼 他們要的是勤勤懇懇的 一種特殊的精神 信教的人 你也應該在世俗上面 把你的工作做好來證明 你是上帝創造你 上帝眼中 你是有用的 你是有價值的 這就是整個歐洲 從中世紀經過了文藝復興 然後一路到基督新教 在歷史上面 在整個完整的 在整個根本的價值觀上面 非常非常重大的一個轉折 那我們在拉伯雷的書裡面 像這些段落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 這個轉折這個時候 其實它就已經在進行當中 對應剛剛所講的那句話 我們又可以看到 在第45章 仍然是搞光大 他的父親說 到今天都還流行的一句話 那就是 如果你要詛咒或你要描述 一個人快要倒霉了 你就說 我們送他一個教室吧 你送他一個教室 但是這個人就會倒霉 你看到那個時候 關於教會教室 他的整個形象 低落到什麼樣的程度 也因而這個整部 《格光大》 《巨人傳》當中的第一部 它的結束也很有意思 因為延續著約翰修士 約翰修士幫助大家打贏了仗 所以這個時候 Dulian跟格光大父子 他們就要籌謝約翰修士 如何籌謝約翰修士呢 就把他造一座修道院 本來說 那你當當拿幾個修道院的院長啊 但是約翰都說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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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怎麼辦呢 因為既有的修道院 那都是一種腐敗的 拜德的生活 至少是那樣一種陰暗的生活 約翰修士絕對不會要 那就新建一座修道院 給約翰來主持吧 那這個修道院 就非常的有意思 因為我們就看說 如何描述修道 如何描述 如何描述 叫做 離開原來的修道院制度 一種新的修道院 這個新的修道院 新的修道院 新的修道院 第一件事情 四周不能夠 四周不要蓋圍牆 剛剛不是有講到 原來修道院都是關起來的嗎 所以那樣一個相反的一種修道院 是把我這樣打開 約翰修士說對 而且呢 凡是前有強後有 凡是前後有強的地方 沒有一處呢 在裡面會有各種不同 黑暗明爭暗鬥 彼此互相內鬥的這種勾當 那鑒於世上還有一些修道院 立下規矩 如果有婦女進到修道院 所進的地方就需要用水刷洗 然後如果有修士或修女 偶爾禁院所過的地方 也得要洗得一乾乾淨淨 世上的修道院裡 一切都嚴格按照終點安排的 分毫不差 所以在這裡 應該說前面那一段指的是什麼 前面那一段指的很有意思 因為修道院本來是歧視女人的 女人不能夠進到修道院裡 如果女人進來了 就被就表示修道院被污染了 但是在這個新的修道院裡 一視同仁 男人跟女人都一樣 如果女人進來了就必須要洗地板 就必須要清洗 男人進來了一樣要清洗 還有再下來也是對應相反的 在修道院裡有非常嚴格的 這個日子的分化 然後哪一天 在一天當中幾點 什麼時候 一天當中什麼時候起床 起床了之後要早島 早島了之後要吃早餐 早餐完了之後要做什麼功課 一路一直到晚島 一直到睡覺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嚴格的 時間上的規定 但是在這個新的不一樣的修道院裡 卡光達說 一切工作 卡光達說 卡光達就把這樣的規定 全部都廢掉了 更有趣的是它的理由是 最耽誤時間的事情 就是計算時間 為了要在那裡計算時間 為了要安排 讓大家都能夠共同 用同樣的 在共同的時間做同樣的事情 這就是最浪費時間的 所以第一個 所以這個修道院 光是在這件事情上 當然就已經顯現出來 它的最重要的一個特性 那就是自由 修道院原來是一個最不自由的地方 當然因為這樣 他們就要去新設一個 這個修道院 這個修道院最大的特色 那就是它是自由的 所以我們可以更進一步來看一下 這個修道院 這個修道院它 院內整個生活起居 不用法規、章程條例來訂定 而取決於個人的自願和樂意 什麼時候高興 你就什麼時候起床 什麼時候心裡動念 你就什麼時候喝酒、吃飯、工作、睡覺 沒有人來叫你起床 也沒有人勉強喝酒、吃飯 或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這個都是由 他特別規定 因為整個修道院 只有一條規則 那就是做你願意做的事 出身清白受過兩海教育 習慣跟好朋友交談的自由人們 他們就有一種天生的本性 推動他們去向德性 而遠避邪惡 這種本性才是品德 如果是被迫的 人們就會改換 原先追求德性的高貴的熱情 轉而從事顛覆跟摧毀這種奴役性的智固 因為我們人總想要追求唯禁的事物 我們會想要去找或者是得到 我們弄不到手的東西 這段也很重要 因為它就是清楚地反映出 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代 對人不一樣的認知跟理解 在中世紀人就是罪人 所以教會要用各種不同的規範 用各種不同的訓練 把人罪惡的這一面 欲望的這一面 予以抵消 把人給規範在一個 很狹窄的行為的軌道上 當然到了文藝復興 從事認識人或者是 人取得了一種人文上的尊重 人文上的尊重也就意味著 一個人他的內在的熱情 他的內在的追求 他的真摯的這種願望 才是最可貴的 才是最真實的 由外而內所給予他的 限制所造成的行為 這是虛假的 那是由內而外相反的 這樣的一種自我的追求 自我的認定 才是真摯 才是真實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 有了自由他們看見一個 一個人喜歡做的 大家就真的去做 形成了一種值得稱道 值得稱道的競賽 比如說 有一個修士或者修女說 我們喝酒吧 大家就去喝酒 一個人說遊戲吧 大家就去遊戲 一個人說 到外面去活動活動吧 大家就到外面去活動 那如果是去放音去打獵 修女們就跨上巡良的座騎 後面跟著氣昂昂的俊馬 在戴著手套的玲珑的手腕上 每個人架著音 雕或者是咬子 修士們則攜帶別的猛禽 大家受過高尚的教育 不論男女 沒有一個不是能讀能寫能歌唱 能催彈各式各樣的樂器 能夠講五六種語言 而且能夠用這些語言來寫詩寫文章 除了這裡 誰能夠看到這種勇武之理 馬上布下一般矯健雄健活躍 又善於使用各種武器的騎士 除了這裡 誰見過如此狡捷窈窈窈 容貌捐利 手腕靈巧 真子跟一切女工 又做得如此精妙的 體面而自由的婦女 為止之故 當有一天修道院的修士 或者是出於父母的申請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要求出院的時候 他可以選一位 把他當作自己的修女帶出去 皆為夫妻 因為倘若在修道院裡 他們自己 他們已經相敬相愛 結婚之後 這種感情只會更加的增進 直到百年的最後一天 他們還將如新婚的第一天一樣 何何無間 所以這一座新的修道院 在這個 還有修士 約翰修士的林道底下 事實上他就被建立成為一個 天堂烏托邦理想之處 不過故事寫到這裡 有點麻煩 因為他不就違背了 違反了原來 剛開始的那種庶民的情調 那種喜鬧的情調 那種加年狂歡嗎 他不就慢慢地 越來越正經了 正經寫出了這樣的一個烏托邦 所以也有趣的地方是 在第一步要結束的時候 拉伯雷拉了回來 他說 哎呀 差點忘了告訴你們 在修道院的牆基上 有一塊大銅牌 銅牌上面呢 刻著一首詩 這首詩 我們先不要管說 它是什麼 隱喻詩名 我們看詩本身 快速地看一小部分 這詩本身看起來 好像就是延續剛剛 那樣一種烏托邦的描述 它是正面的 它是光明的 但同時 它也有一點點說教 還蠻說教的 他說 可愛的世人幸福的期待者 你們正做精神 聽我來說 你們如果認為 看了天上的星塵 人類的智慧 就能夠撤知未來的事物 或者依靠先術的力量 預言自己的命運 雖然百事以下 也不難推斷歲月的流逝 和他的吉凶 那我就有這句話 奉告祖君 不需要久等 在今年的冬天 甚至更早 此時此地 會出現一群豪傑 他們閒得無聊 活得煩逆 將在光天花日底下 公然出頭 向各等不同的人士 無故尋規 憑空製造糾紛 他們高聲宣稱 不管招致何種後果 他們要挑釁 敬親好友 變成公開的仇敵 大膽的兒子不怕 忤逆的罪名 彎宮涉及自己的父親 即使是出身顯貴的王侯公親 也難逃城下的猛烈攻擊 世間一切尊卑長幼 到此也將分辨不出任何的等次 這是一個徹底公平 或者是徹底失去的 次序規範的其中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再來看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 那這個洪水在這樣的一個災害 這個災害在任何的時刻都不可免 大地上的騷動也不會滅絕 非等到洶湧的波桃 一招一招恆絕 將最穩健的人也都盡速淹沒 這個時候連這個時候 連地球的或者這個天地的本身 也歷史滅跡 隨上天的恩惠還有光芒 而通通都沉寂了 只丟下了一亭荒草以及寒煙 即使在失敗下場之後 他仍長時間的顯現 有利而且巨大的震戰 最後的這一段說 此番變故過去了之後 只剩下那入選的人們 歡天喜地 寶餐窮江玉葉 山珍跟海鮮 在外加巨大的光榮和豐富的賞賜 其餘的人是一場空芒 毫無所獲 也已經變成利所當然 工作幹到這裡 已經終結了每個人得到 他預定的命運 誰能夠出怨言 能夠堅持到底的人 就應該得到大家的尊敬和艷羡 這首詩他其實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這種宗教式的預言 告訴你說 這個世界會經歷過這個神的意志 所產生的種種的考驗 在這考驗當中 就是要分辨出哪一些人是上帝的選民 哪一些人不是 不過當你用這種方法 給了這麼熟悉 而且好像回到那個中世紀的風格底下的 這樣一首詩 這個時候 拉伯雷他要把這件事情 換另外一個方式 仍然回到那樣一個反諷的意味底下 來結束 那先是考驊當 看了這個悲食的名文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他說 世間善事叛醫 福音聖教而受人逼害 可見並不是從今天開始 只有志向堅定 向著天主之子 也就是耶穌基督 向我們指示的目的奮力的前進 不會肉體的誘惑走動 而誤入迷途者 才是有福的君子 但 約翰修斯 這個時候 不同意 甚至 就嘲笑他 意思是說 你到底在讀什麼 你真的有讀懂 這一首詩嗎 那 這個搞官道說 當然 這裡就是指的是 聖教的真諦 會行遍天下 垂於萬事 約翰修斯說 少來了啦 我告訴你 不要再裝了 你以為你看得懂 根本就不是啊 我看法 我的看法是 這個詩在描述什麼 這詩呢 是 在描述 它只不過就是用隱晦的語言 描述一場掌球賽 就是大家在丟那個鐵球的那個 到今天都還在法國有人在玩的 在歐洲有人玩的那個遊戲 他說 什麼叫做一群豪傑 就指的是這些參加賽球的人 之前通常都是朋友 打過兩場 因為打球的人 就必須要出場 換成別人上場 那第一個宣稱 球落在繩子上 或就落在繩子下 他的畫就變成了標準 洪水呢 指的是這些人會流汗 因為玩的這個很激烈 會流下汗 球派上的線繩呢 是用綿羊 或者是山羊腸子做的 原機器 在這裡被當作是地球 但其實就指著那個是球嘛 打完球了之後 人們在一盆 忘火的前面 休息片刻 把衣服換一換 大開宴席 賽球得勝的人 得勝的人 格外的高興 大魚大肉 抱刺一頓 所以把原來那樣看起來 抽象的高島的 跟神聖跟宗教有關係的內容 又拉了下來 哪有這麼了不起 不過就是世俗上 不過就是一般的 瑣碎的 大家聚在一起 來玩一場球賽 球賽完了之後 又來了 怎麼結束 怎麼開始 怎麼結束 大持一頓 所以第一步 就在這一句話之後 完全結束了 結束同時 這個拉伯雷也就等於 它是多重一層一層的反諷 一層一層的反諷也就是 我知道你們看到後來 你們會覺得 原來你拉伯雷 也不得不回到去講這些道理 然後你講這些道理 最後你還是要告訴我們說 哎呀 應該要創造一個什麼樣的烏托邦 你不就是變回到正經八百嗎 他就說我從來不會 真的要正經八百 你怎麼知道 我到最後所描述的這個修道院 不也是反諷的呢 就像修道院的那一幅 那個修道院 象徵修道院精神的這一首詩 這首詩它也是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這樣冠冕堂皇 但所有冠冕堂皇的 在這樣的一個 context 下 在這個文本底下 其實它都是站不住腳的 終究會被我們拆穿 它其實都只是在虛張聲勢而已 正就是因為中世紀的歐洲 在這個教會的那樣的一種 建構跟籠罩底下 有太多的裝模作樣 所以文藝復興時代 這幾部留下來的重要的經典作品 尤其尖銳 尤其是表現的非常極端的 拉伯雷的這個巨人傳 就特別針對這種虛張聲勢 裝模作樣 它用了多重的反諷 然後誇張荒唐的方式 把它給表現出來 因為我們一方面可以感覺到 這個鬧劇它的本身 它的這種各種不同的奇想 但是當然更重要的是 這個奇想 除了它自己所宣稱的 可以帶給我們歡樂 然後在這個洗腦當中 讓我們解悶 讓我們當作麻醉劑之外 當然因為那樣的一個特殊的 歷史的情境 它也就等於是 那樣轉折時期 從中世紀到 威夷復興時期 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的見證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為大家講到這篇巨人傳 我們就先讀到這裡 下一講呢 我們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蒙田水餅 謝謝大家